我们今天讲一本英文书Pek P-E-A-K 大家都知道这个单词叫高峰的意思 但是让这本书中文翻译成课议练习 其实讲过课议练习的这个中文版 但今天给大家讲这个英文版 我还是特别开心的 我很想讲这本书 很想给大家分享 那因为我之前读过这个中文版 所以这次再去读英文版的时候 就感觉非常流畅 我记得我是在周三接孩子的时候 找了一个咖啡厅 大概花了半天的时间 把这本书读完做笔记 然后重新给大家梳理这个结构 然后重新看的时候 还是觉得很有吸引力 所以我今天特别希望能够 通过50分钟的分享 让大家从这本书当中 找到最精华 最值得大家学习的东西 那这个作者的话叫Ander Eriksson 另外他有一个合作者 就是Robert Poole 他们其实是两个美国大学教授 尤其是Ander Eriksson 他像医生都投入到 课议练习的这个研究当中 这本书是关于什么呢 Peak到底关于什么 就是他有一个副标题 叫Secrets from the new science of expertise Experty就是一个人的这个专业性 然后Seth是另外的一个畅销书作家 也是个营销大师 他对这本书有一个这样的解释 我觉得可以解释我们今天 这本书给我们讲什么 他说This book is a breakthrough 它是一种突破 Lyrical powerful抒情的 强大的 Science based 最为关键的一个单子 它是在科学的依据的基础之上 一种Narrative that actually show us 微微道来告诉我们 How to get better 括号Much better 怎么样把事情做得更好 尤其是相当相当的好 At things we care about 这是Seth的这个评价 基本就盖过了整本书的内容 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就是关于 如何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做到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的一本书 所以我觉得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这本书应该成为中国家长 中国孩子 在学习之前的一本必备的书 它像一种基本的素养一样 读这本书 能够纠正你生活当中 大量关于学习 关于练习的这个误区 我在这本书的最后的时候 我要给大家讲 我们生活当中 哪些误区都可以在我们书当中 得到答案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 多少人相信 这个世界上是存在天才的 比如天才到底占比是多少 那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 我的答案绝对是 这个世界上是有天才的 就天才的一些本领 是上天的眷顾 神秘的获得了某一种 超越普通人的能力 这是普通人无论怎么努力 都不可能达到的 这是肯定的 我觉得这本书带给我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认知的突破 就是在于 我从此并不认为 这个世界上有天才 大家听到这个观点 会觉得特别特别惊讶 也觉得你说什么呢 这很难难以置信 或者说你这个观点是不对的 我们先来看一些事实 这本书给我们展现的大量 刻意练习所带来的进步 我说一个人叫Steve Fallon 他是卡赖金梅隆的一个本科生 然后这个作者的话 就带着他做一件事情 就是一秒钟读一个数字 三 二 五 八 九 一 七 大家能复数下来吗 三 二 九 八 五 七 对吧 七个数字吧 没问题 但是我继续 如果超过七个数字 比如说三 二 九 六 五 七 八 一 四 六 五 二 零 八 一 我一直往下念 你知道要念到多少个数字 这个人才记不住吗 八十二个 八十二个 After practicing The Steve Fallon can memorize 82 random digits 八十二个数字 一秒钟念一个 经过训练之后 这个孩子能够全部背下来 挺厉害的 张琪说不行不行了 然后在这本书当中 他告诉我们说 其实人类在短期记忆的时候 他是有一个限度的 一般都是记七个数字 你报七个数字都能记得下 我后来在中国练习的时候 我发现七个八个数字 九个数字 对中国人来说 都挺简单的 特别有意思 就是中国人 其实不是记七个 我们是可以记住九个的 但是超过九个 将会成为普通人的难点 可是你能相信 经过练习 竟然能记住82个数字 人和人的差异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 很多人会觉得说 那别人有记忆的天赋啊 不是 这个Steve Fallon呢 实际上是 卡莱奇梅隆的这个教授 带着他反复做了相当多的练习 而这种练习可以放在任何人身上 他们在挑选Steve Fallon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标准 或者说一眼就能看出来 你就适合记数字 没有 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 经过训练 而这样的实验 其实现在已经做的非常多了啊 如果大家觉得82个数字 不足以让你这个 surprise的话 大家来看看啊 1978年有一个美国人 叫David Sanker 他记住了Pi 就是圆周率的1万个数字 1万个全能背下来 当然他和短时记忆不太一样的是 这个是可以提前做大量的练习的 对不对 有一个印度的孩子更狠啊 这个印度的孩子在2015年的 这叫Rajiv Mina 他记住了圆周率的7万个数字 7万个 就背这些数字 他就背了9个小时7分钟 你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 如果这个人没有天赋的话 那是 那谁有天赋呢 他就是那种 我们在最开始说的是 被上天眷顾 被老天爷神秘的选中的那些 能背7万个圆周率的人 我们可能都是这样认为的 对不对 这就是我说的这个Rajiv Mina 这个印度的小孩 你看你觉得他 哪里长得像天才 这个时候他就正在记一些这个数字啊 然后他记这种 就是随机报的那种数字啊 他写下来 他能记1125个 我们刚才不是说82个吗 卡莱吉梅隆的这个孩子 他可以记1125个 大部分情况之下 我们会觉得这个孩子 是由于天赋 或由于天才 或者就是他就是这方面很厉害 普通人是 是一定是赶不上的 但如果我们看了 我们今天这个书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发生一些改变 接下来我给他告诉大家 人类的技能在哪些方面的 有了巨大的变化 你大概能理解这本书给我们带来什么啊 比如说马拉松 在1908年是实际上第一次奥运会啊 马拉松这个时候 这个奥运会被看成 实际上最伟大的奥运 这个马拉松比赛 然后这个马拉松 这个第一名海耶斯 他跑了两分 两小时55分钟 哇这已经很厉害了 海耶斯那已经是很累了 已经跑不动了 我想告诉大家 这个成绩到现在啊 就过去的大概100年的时间 在2021年100多年的时间 现在人类马拉松的比赛成绩 已经整整提升了 大约50分钟 现在的世界记录是两小时两分 而大家知道 有一个波斯顿马拉松 波斯顿马拉松是普通人参加的马拉松 如果你的年龄在35岁到60岁之间吧 你要报名 你的门槛是 你必须曾经跑到过三分 三小时零五分钟 也就是说 波斯顿好几万人参加的一个 看起来像业余一样的比赛 在过去100年前 竟然是我们奥运会的冠军的这种成绩 那这个时候你会说 过去一个世纪 难道我们人类的体能 或者身体产生如此大的变化吗 如果这个还不足以说服你 大家再看看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俯卧撑 俯卧撑对吧 做这个俯卧撑 普通人就做个40个50个 已经是很辛苦很累了 大部分人就做10个15个已经很难 你看图片当中的这个人叫Jane Carratt 他来自于捷克共和国 他在2014年的时候 他做了4654个俯卧撑 他做了做这件事情 他就做了12个小时 不吃饭我的天哪 是不是觉得如果不用天赋 就无法去解决人类在技能上的这种巨大的进步 所以这本书在一开始的时候 给我们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们再来听一下 关于这个绝对音准的这个故事 绝对音准 莫扎特一直被堪称是绝对音准的一个典型案例 所谓绝对音准的就是说 Heard a note played on a musical instrument Any note he could immediately identify exactly which note he was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人在乐器上听到一个音 在钢琴上随便给他弹 当下去 然后这个人他就可以告诉你说 这是多还是缩还是咪还是发 Not just 不仅仅是在钢琴或者是violin 或者forte piano里面 But from every instrument 甚至是一个小鸟唱歌 它能马上把这谱子给你写出来 我们在近代听到的 大家觉得非常有天赋的 比如周杰伦 我就听到 我们把这个称为绝对音准 绝对音准在20年前 在15年前 是一种非常神秘的现象 大部分人都相信 具有绝对音准的人 一定是具有某种天赋 因为即使在莫扎特时期 和他同样齐名的音乐家 具有绝对音准的也不是所有人 有一些人有 有些人没有 他们都是音乐大师 这个时候我们会更容易把这些 具有绝对音准的音乐大师 看得更厉害 而到了现代 我们对于绝对音准的 这个understanding 已经有巨大的变化了 在这本书当中 讲了日本的一个音乐家 叫 Ayaka Sakakibara 会日语的家长 可以说一下 这个读的准不准 然后这个音乐家 做过这么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发表在 Psychology of Music 就是音乐心理 这本杂志里面 是一本scientific journal 那他这个实验 做的是什么呢 The Japanese psychologist Ayako Sakakibara recruited 24 children between 2 to 6 and put them through a month-long training course to teach them to identify various codes of three notes 他招募了24个 2到6岁的孩子 对他们进行 一个月一个月的 这种培训 要他们识别 三个音符 大家知道在钢琴当中 我们经常把这个叫和声 比如 Dom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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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键一起 按下去 三个键 听到这三个键 这个孩子马上 能告诉你说 Domiso 然后过一会之后 你才比如说 Dorefa 他能马上告诉你说 是Dorefa 厉害的那些 音乐专业的那些 大学生 或者从小经过 音乐训练的人 有四个 五个和弦 甚至是左右手 往下一弹 他马上能告诉你 哪些音 我曾经听过 这样的孩子 做这种听音练习 我当时非常惊叹 因为对我来说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我真的不知道 发生什么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能听懂 我记得我 有人现在师范的时候 我们的音乐老师 也给我们做听音练习 大部分时候 我说一脸懵 然后我对旁边人 听出来我的同学 都觉得特别佩服 而且觉得 坚信他们具有 某种天赋 是因为只有这种天赋 才能解释 为什么我不如他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日本的 日本的这个 这个音乐家 选拔24个2到6岁的孩子 去进行训练 他的结果是怎么样 Some of the children completed training 心理学的专专业杂志上的24个孩子 在我实际的工作过程当中 我发现有一些家长因为自己孩子完成作业的时间长 或者英语的成绩没有别人好 而认定自己的孩子的智商有缺陷的 最为过分的就是啊 最为过分的是很多家长因为自己的孩子英语不好 从而认为自己的孩子道德有缺陷 太多这样的家长了 就我孩子怎么能英语不好呢 太过分了 就好像自己孩子做了一件 就是忐忆不到的事情 把一个人的技能和一个人的道德优劣绑定起来 很多家长说我我不会啊 我没有啊 但是你要注意观察在你的生活当中 在你和孩子互动的过程当中 但你的内心深处 你真的是你有对于那些学习慢 或者在某一项技能上没有掌握的 不如别人好的人 你的内心有一种不喜欢或者厌恶 你仔细想想有没有 这本书就是一个辟邪神器 把这本书读完 你能建立起一个非常正确的三观 就是你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什么天赋 所有一切我们难以解释的神秘的 不知来由的天赋 其实都来自于我们今天作者 给我们揭示这个答案 刻意练习 也就是说刻意练习 可以帮助所有的孩子掌握绝对音准 后来现在心理学家的这个调查显示 Nearly everyone with perfect pitch begin musical training at a very young age 就是很小的时候做乐器训练的人 三到五岁简单的说 都可以学会绝对音准啊 为了让大家理解这个 为了让大家理解这个道理啊 我用亲身的经历告诉大家 比如说我女儿 我有两个孩子啊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那我女儿 她是五岁的时候学钢琴 我不知道有一次是非常非常 就是偶然的我就弹了一个音 她就告诉我这个是什么me 然后我又弹另外一个 我突然想起来 这个就是绝对音准 我发现我的女儿是一个会绝对音准的 那一刻我还真的产生一种虚幻的感觉 哇 我的女儿是个天才 特别开心 你知道吗 特别开心 但后来我想想 就是因为她做乐器 她是五岁的时候弹钢琴 她学习钢琴的时间比较早 所以她就自然而然的学会了绝对音准 那另外的话 心理局家还有一个调查显示 much more common among people who speak a tonal language 就是具有音调的妈妈妈妈 就说这种语言的国家的人 在早期学习乐器 更有可能学会绝对音准 比如普通话 越南语 and several other Asian towns 听到这里 我们的家长应该挺开心的 你的孩子因为说中国话 他就具有绝对音准的这种更大的优势了 因为这种语言会训练孩子 对音调高低的敏感度 每个人其实都有这种可能性的 如果大家理解了 我们做否称 我们马拉松的进步 我们在绝对音准这些概念的变化 你大概能理解 这个世界上所有惊人的记忆 和普通人无法抵达的专业水准 其实都来自于一种练习 所以我们的这个作者 把这个世界上的练习分为两种 第一个叫天真的练习 天真的练习 后来我发现他真的用的是naive 然后第二个叫刻意练习 刻意练习有两个翻译 但是在作者这本书当中用了很多的叫 purposeful purposeful purpose叫目的 purposeful就是你是有目的的练习 practice 第二个翻译的话叫deliberate practice 叫刻意的练习 那中文的话我们都翻译成刻意的练习 刻意的练习有四个原则 什么是刻意练习 我接下来给大家讲 如果你的练习具备以下的四个原则 四个标准 那我们就可以称为是一种刻意练习 如果我们要想让自己某一个方面的技能 具备专业水准 那你就要在这四个方面去努力 我接下来给大家讲这四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叫脱离舒适区 要想抵达专业的水准 首先要脱离舒适区 读一下英文 purposeful practice require getting out of one's comfort zone 就是一定要get out of comfort zone 舒适的区域 most of what doctors do in the day-to-day practice does nothing to improve or even maintain the ability 取个例子吧 医生 一个每天看病看病看病的医生 虽然他年纪大了 但是将他的技能没有进步 甚至在下降 只要是不提出更高目标 不脱离他这个舒适区的 不去挑战他的诊断或者他的总结的能力 这个医生的水平会越来越差 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些比如社区医院有一些 我去看病的时候发现他电脑都不会用 但是呢社区医院正在推行使用电子化 所以这个人就非常痛苦的在和同这个电脑挣扎 我当时看到那个医生用电脑的痛苦的程度 我就觉得说他一定不会把我的病看好 因为他对这个电脑这个这么简单的工具 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不相信他在医学这个更加复杂的技能上 能够刻意的去练习去提高自己的技能 我当时看完心理全是绝望 看一下他给我开的单子 我都有一种恐惧 一个人要想达到很高的水准 一定要脱离自己的舒适区 举一些例子我们生活当中的 请问家长 你们开车有没有给自己提出更高的目标 脱离自己的舒适区 你每天开车会让自己越微有一点不舒服吗 你想挑战一个更高的目标吗 那比如说你的英语 你有没有说我说这些英语已经比较舒服了 我看稍微有一点点难 但是我还是能掌控的 我去复述一本稍微有一点难 但是有一点点痛苦的 比如说如果用英文把这个Pick这本书 用英文讲一遍 那我的英文会越来越好 对不对 但过去十年可能英文没有什么提高 是因为我没有去专门去做这件事情 每一件事情的专业技能都会高 所谓专业运动员 其实他比普通人多一点的地方 就是专业运动员是那个让自己会找一点难受的人 他会不断脱离自己舒适区 不断不会一直待在自己舒适区的人 而普通人不会 那我们很多人都在家做饭 那你做饭的技能会不会有提高 你不仅做南方菜也能做北方菜 而且你能把扬州菜做到很精准的这种地步 你不仅会处理你非常熟悉的题材 食材 你还能处理一些很陌生的比如说螃蟹 或者是鱼 你可以迅速去分解 甚至是当一个老外来的时候 你给他做的比如意大利的这个 意大利不是有一个海鲜米饭吗 你能做到让他觉得说我吃到了家乡的味道 你会去做这些事情吗 所以我们永远是一个在家做饭的一个家庭主妇 或者是家庭妇男对不对 我们不是一个大厨 如果把我们扔到一个五星级的酒店 我们并不能创造一个摆盘清美味道又非常诱人的一个大餐 我们做不出来 所以厨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技巧和技能 比如说我是南方人 我在处理面粉这些的时候我就特别陌生 我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但是你让我做做米饭肯定没问题 对不对 脱离舒适区并不是所有人的选择 大部分人的技能的普通的原因是因为 他觉得我现在已经很好了 包括你的工作 你是不是管一个40人的团队觉得很舒服 你做人力的时候发现这一摊我已经 已经完全自己能够掌控了 我不想让自己难受 所以你就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 结果你就变成了一个停滞的人 这个特别容易理解 然后最后的一句话就是 The solution is not try harder but rather try differently 很有意思的是 舒适圈有些时候是要 不是要更努力 就是我看病的时候看得更努力 不是要 try differently 用不同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 比如写作 你每天都写 每天都写作 那你觉得写作 我写了十年没什么进步啊 你要用不同的方式去 比如说 你能不能做一些防写 或者是别人一篇写得很好的文章 你觉得比如说这个什么六书写得比你好 你看完他的文章 你用自己的语言 把他的文章给写一遍 然后你再去对比别人的文采 逻辑 段落和段落之间 哪个地方突出 你去观察 所以很多时候脱离舒适区是 try differently 我觉得在中国呀 用尽的人更多 我就是更努力 很多孩子学习也是这样 这个英语 脱付没搞定 try harder 但是中国很少会鼓励 try differently 孩子 你这些单词这样背不下来 你用另外一种方式试一试 不 我们的家长都会说 你要try harder 所以这本书告诉我们 很多时候try differently 我们很多小提琴 二胡 这个就是拉不下来 快功的地方就是搞不定 要try differently 比如说要慢下来 把每一个音都拉得特别清楚 然后稍微提高一点点速度 我们以前就经常做这件事情 科医练习的第一个原则 叫脱离舒适区 那我总结的科医练习的 四个原则的表述 和今天的四个原则 稍微有一些区别 是因为今天 我是完全忠实于 这本英文原著本身 我都是在书当中 找到的它的这个用语 所以这四条 但是大致是非常相似 反映的本质是相同的 这是第一个原则 科医练习的第二个原则 叫要有明确的目标 叫well defined specific goal 都要五个小时 我们从来没进过五个小时 后来我们两个人 也一直在总结 在反思 就为什么 我们跑了这么长时间 我们的成绩没什么变化呢 我觉得是因为 我们每次跑步的时候 是把它当成休闲放松 我和严明跑步的时候 经常是谈工作 谈人生 我们没有提出来 比如说今天的10公里 是1小时20分钟 下次是1小时15分 下次是1小时5分 下次是1小时 下次是58分钟 下次是57分钟 然后每次进 哪怕进步 一分钟 我们都很开心 我们不断地去控制 自己的呼吸 节奏 调整自己的状态 休息好 跑步之前拉伸 改变自己的这个着装 然后 在跑之前 有什么样的这个饮食 都要去 然后不断地去提升自己 可能我们就从 1小时20分钟 跑进1小时 然后56分 55分 如果能到50分钟 1小时50分钟 哇 这个时候你已经成为 一个优秀的跑者了 但是我们没有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最近的话 我跟我的朋友就在商量 我们怎么样去突破 自己这个跑步 要给自己的跑步 提出明确的目标 很多孩子在托福上面 没有进步的 你只要问他一件事情 你这个月的目标是什么 没有 凡是不知道自己 学习托福目标的孩子 很难进步 而且没有目标 很难给孩子成就感 家长也是一样的 你三年的目标是什么 你三年想做到的 一件事情是什么 一个有三年目标的人 幸福感会更强 对吧 你开车 你有什么目标 你没有目标 那就每天开车上下班 那我每天的工作 我每天开会 你对会议的这种掌控度 有目标吗 你天天做PPT 你的PPT有目标吗 那你做讲座的时候 你对这种讲座 会有目标吗 The key thing is to take the general goal into a specific goal 就你一定要把一个很 空泛的无法量化的目标 变成一个具体的目标 that you can work on with a realistic improvement 这个目标是你通过努力 通过现实的努力 是可以达到的 你是可以进步的 这个很重要 那现在在学网球 我已经学了两年了 但是我现在网球打得很差 我后来发现 为什么呢 我没有三个月的目标 我没有五个月的目标 所以我有些时候 我坚持一段时间 我坚持不下去了 我就停了两个月 因为我不知道 我学习前面的这个意义在哪里 地方在哪里 学习英语也是一样 学习游泳 你的孩子学习篮球 学习钢琴 而且这个目标 能不能让孩子参与 能不能让孩子内心 自己建立的目标 能不能在一起商量 变成目标 没有目标 就不能称为刻意练习 就不能称为一个有效的练习 可能你的孩子会沦为平庸 刻意练习最后达成的结果 就是一个是专业水准 一个是普通水准 专业水准已经到了普通水准 难以解释 就必须要用天赋 那个人有天赋 那个人有上帝的眷顾 只能用这种东西才能解释 其他解释不了 所以遵守刻意练习的原则 还是很重要的 然后第三个是 课议练习的第三个原则就是要得到反馈 Purposeful practice involves feedback 没有反馈的课议练习都是假的练习 You need feedback to identify exactly where and how you are falling short 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哪里做得不好 Falling short 哪里是你的缺点不足 Without feedback either from yourself or from outside observer You cannot figure out what you need to improve on or how close you are to achieving your goals 我要提醒一下就是 反馈其实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的话是来自外部的 第二个是来自于内部的 自己也是一个反馈 有一些技能练习 比如说数学题可以对答案 单词有没有背下来可以自己检查 做投资挥钱呢 这些都是强反馈 这些反馈是来自于自己的 自己内心的 那第二种的话就来自于他人的反馈 比如说你说口语的时候 别人在询的眼神 你在练跑步的时候 别人觉得说哇你真棒 你可以跑完马拉松 真的太好了 你写作的时候别人给你点赞 这些都是来自于外部的反馈 我们的孩子很多时候的话 是建立在外部的反馈基础之上 然后在自己建立内部的反馈 一个人有没有兴趣 很多时候取决于他得到的反馈 你看这里我们很多家长都觉得 兴趣是天生的 你看我孩子就是不敢兴趣 对这个学不好 然后我们依赖于说 一个人没有兴趣 就一定不要学 我们认为一切训练都是苦的 都是不值得的 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 那些真正扎进一个兴趣的人 都是通过刻意的练习 他在刻意练习当中 得到自己和他人的反馈 激励他不断的再去做这件事情 没有天然的兴趣一说 而且人的兴趣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一个兴趣如果不投入时间去做训练 这个兴趣会迅速的流失 比如说我在17岁的时候 练二胡练了三年 那我的二胡的兴趣 我现在听二胡曲子 我听二拳音乐 但是我在做这个二胡的训练之前 我很难欣赏这样的曲子 我现在放二胡的时候 其他人都笑我 那我在这个曲子当中 所得到那种感动比其他人更多一点 因为我知道每一个微妙的地方的运功 它的转音 它的情绪的运用 它章节之间的对比 这个是我在没有学习之前 没有得到的东西 所以得到反馈 既是让你不断坚持下去的一个原因 同样也告诉我们说 一个人为什么会在某一个技能当中 逐步突出 他take什么 一定要involve什么 一定要有反馈 做一个 就我们是一个英文的从业者 那在这一件上面 当然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就是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特别重视 给孩子提供反馈 这个是从商业的角度 但如果是从学习者本人的角度 我会觉得你首先要知道 这种反馈是可以来自于自己的 这是科医练习的第三个原则 科医练习的第四个原则 叫专注 我觉得科医练习第四个原则 几乎解释了 为什么有些人我们叫有天赋 为什么有些人叫没有天赋 为什么有一些家长觉得你的孩子 智商不行 我觉得其实大家眼中所说的智商 或者是天赋 其实都是指一个孩子 是否能够专注到一件事情当中的能力 不能专注到一件事情当中能力 对孩子学习东西会更慢一些 从而会使家长会觉得说 我孩子不太聪明 只要要提升的并不是他的智商 而是他的专注度 同样是学习十个小时 有些孩子也学十个小时 有些孩子就学一个小时 但他孩子学一个小时 他就比你学十个小时的成绩要更好 这个让很多家长很崩溃啊 如果你没有全身心的投入其中 你很难改进啊 我在39岁的时候学钢琴 那个时候 反正小时候就有一些对于学习钢琴的这样的不切实际的梦想啊 觉得钢琴就是自己实现什么人生意义啊 就只有一种无法解释的浪漫气质 所以我在39岁的时候真的是找了一个老师学钢琴 我回到家的时候 像我已经比较累了 我工作了一天 这个时候我要拿出一个这个拜尔 一条来练啊 就是特别简单 刚开始躲迷缩躲迷缩都是很简单的 我发现啊 当我走神的时候 我练得特别舒服 就特开心 轻轻松松的 但是我发现我这一个礼拜都没有什么进步 但如果我要投入其中 我要观察我的执法 我的每一个音 然后我要练到 就是强弱 然后把整个曲子弹出那种乐感来 这我就非常辛苦 会很累啊 但如果只要你不投入其中 你再去上课的时候 你发现你这个星期其实是没有没有进步 你没有练下去 一个人如果是达到了那种舒服的境界 如果他不投入其中 你再重复练很多年都是没有意义的 比如说我们开车 开车舒不舒服 你可以一边听音乐 一边发呆 一边掌握方向盘 对不对 你可以把车一直开到 但是这种没有专注度的这种练习是很难提升个人的技能 我们观察到很多孩子不同的专注度 如果你在巡视校区的时候 你发现你走进走过一个教室 那个孩子总是抬头看你 这个孩子学习的效率一定会更低一些 而那些能够真正专注到任务的孩子 他大部分都是可以提分的 怎么低他都可以可以把他成绩给突破 因为他能突破进去 然后我们家有两个孩子 女儿跟弟弟 我们观察到就是 弟弟叫Max Max在学校里面和他的同龄人当中总是得到很多的表扬 所以我们现在跟家里 就他妈妈跟这个Max之间的关系相处得非常好 就仅仅是因为Max的专注度 所以他把大部分工作都做得比较好 比如在学校里他的老师很很信任他 他的字写得很认真 然后他的数学语文这些成绩都很好 然后每年都可以凭三好学生 我们就觉得特别省事 那你说我孩子比如说人际交往啊 勇气啊和别人发生冲突啊 其他的能力怎么样呢 其实我们不知道 甚至有些地方 比如说他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 他相当有一点点沉默 有点害羞 而且在表达抽象情感的时候 我觉得他其实没有他姐姐那么强 但是仅仅是因为他的专注度比较好 所以他在学校的学习生活 他和妈妈之间就亲子关系都会比较顺畅 就是一定要改善我们孩子的专注度 如果一个孩子去练一个技能 去练一个东西 如果他不能专注一定要停下来 你不如不练 不要让孩子去不专注的练一样东西 我看到太多太多的孩子在报一个班 学习一样东西的时候是漫不经心的 我在疫情的时候 2019年带着我们家孩子 Max和Elsa 我们家女儿和儿子去打网球 因为是我们全家四个人都在学 他们很高兴很开心的 虽然他们后来没有他改型打篮球了 但是我观察就是我们孩子在打网球 和别人孩子打网球的时候 一个巨大的差异就是其他的孩子都是漫不经心的 有太多的孩子根本不想打网球 但是爸妈妈就觉得打网球是很重要的 我当时觉得特别可惜就是当一个孩子不投入到这个技能训练过程当中 他怎么能够去突破自己的这个技能呢 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如何改进一个孩子的专注度 这个我们以前谈了很多 我问过很多从事心理的老师 我问过他们的建议 他们大部分没有给我很好的很明确的答复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建议 就是阅读 他说一定要让孩子喜欢阅读 我们家两个孩子从小阅读的习惯培养的比较不错 所以他们都可以安静的读书 然后孩子在阅读的时候一定不要打断他 我提过很多次 有一次妈妈还批评我 就是当他在阅读的时候 你一定不认喊一声 小宝 这个时候对他的专注度其实是巨大的打扰 要留给他足够的安静的空间时间去阅读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热爱阅读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自然而然就喜欢阅读 但是阅读确实是可以培养 就跟我刚才说的 他是一个练习 当他投入进去之后 他会得到很多正面的反馈 他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到阅读当中 如果你家里每天都开着电视 那他一定会寻求电视的刺激 电视会让一个孩子越来越空虚 他就很难再沉浸到阅读当中 所以有很多条件和方式 可以让孩子去训练他的这个专注度 但我觉得最好的训练方法一定是阅读 阅读是需要高度专注度的 或者你给他选定一个练习 这个练习是要他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 最近的话我给我们家小 我们家这个侄子就给他提一个建议 他在学习的时候总是不能专注 但他非常喜欢听足球 然后我哥哥就不太同意他踢足球 我就跟我哥 我说不行 你一定得让他踢足球 因为我看得出来 他对足球是真正的热爱和感兴趣 他真正热爱投入 深陷其中的这种活动 是可以锻炼一个孩子的专注 所以刻意练习上就四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脱离舒适区 让你有一点不舒服这个目标 然后第二个是一定要有明确的目标 第三是要有人给他反馈 或者他能得到自己的反馈 第四个就是他要投入其中 他要非常专注 包含这四个原则的练习 就是真正的刻意练习 然后这个Ander Eriksson 给我们讲了这么一段话 我在重读这本书的时候印象很深 给他讲一下 他说one caveat here caveat这个单词有点难 他其中有一个值得关注 就我想告诉你的警告你的事 while it is always possible to keep going and keep improving 我们总是能进步 只要你能做到新的目标 投入进去得到反馈练习 但是呢 It is not always easy 这件事情不容易啊 我们家长今天听了这个读书会之后说 孩子你来看 听课议练习 你语文应该这么学 数学应该这么学 对吧 你的钢琴应该这么学 你的足球应该这么学 但你一定要记住啊 课议练习 is not always easy maintaining the focus and effort required by purposeful practices hard work 我这个特别需要家长共鸣 就是保持专注度 花费这些努力 是要hard work 它是一个很难的工作 因为一边创业 一边工作 照顾家庭 还要关注到自己的爱好 去练钢琴 所以我练了六个月 我真的是觉得很难坚持 所以我就放弃了 我没有学会钢琴 我现在只会弹 非常简单的曲子 因为它是一个hard work 这是你的一种选择 你没有办法让你的孩子 同时四五个课意练习 全部去推进 这是最大的误区 那你以为今天听到了说 哇 解决的方案在这里 孩子 你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又形成了新的误区 就是你想让孩子实现的目标太多了 课意练习是一个很难的工作 and is generally not fun 它并不好玩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所有的家长都应该想清楚 你孩子的人生应该投入到哪个课意练习过程当中去 孩子这一辈子能够学会的技能并不多 一个在英语上做到非常流利的孩子 很有可能日语和法语没有那么流利 只是普通 我也喜欢挺喜欢日语的 但是我不会 我只学了二胡 但是我钢琴就没有坚持 运动当中 你看跑步我就学的一般 我现在就学打网球 但是我不可能再去学篮球 也不可能再学足球 它是有非常强烈的放弃 而且我在打网球的时候 我的钢琴就已经放弃了 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 我们对孩子的期待也应该保持在一个适度的程度 这里面意味着相当大的选择 选择就要放弃 你要牺牲 我们现在的教育焦虑让你想让孩子成为各方面的高手 你什么都想让他刻意练习 什么都想有这些 你这个也布置这个明确的目标 那个也明确的目标 到头来孩子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技能能够投入进去 因为对孩子来说太累了 你每一个都需要full attention 孩子做不到 所以我看到很多家长在报班的时候实际上是盲目的 他没有想清楚他的孩子可能在哪个技能上会比其他孩子更优秀和投入进去 或者左右摇摆不断的切换 实际上真正优秀的策略应该是这样的 首先懂得世界上没有天赋可言 所有的专业技能高水平的技能都来自于刻意练习 刻意练习是改进你练习的方式 就可以做到每一个普通的孩子都可以在某一个技能上比其他人更厉害 但是你的孩子时间精力有限 选择一个 然后一直坚持下去 告诉孩子 没有天真的兴趣 只要你持续的坚持 就一定能达到这个 在这之前啊 这件事情和尊重孩子是不冲突的 很多家长一听这个 你看我就逼着孩子必须做这件事情 这是不对的 在尊重孩子的基础之上 也可以让孩子兼职做一件事情 他叫国外有个虎妈 虎妈战哥啊 叫什么蔡美琪 那蔡美琪的观点美国人是非常不喜欢的 但是蔡美琪讲过这么一个话 可能中国家长很有共鸣 没有任何事情比一个孩子兼职到一件事情也取得突破 更能振奋他的人心 这个我们就很同意 对不对 但是我并不认为 去振奋一个孩子的精神 要去破坏他的尊严 就要强制他 要控制他 要说就听我的 你说的不算 并不需要这样 我们可以跟孩子平等协商的基础之上 投入到某一个技能 在孩子要放弃的时候 以理解他的方式去鼓励他 并且告诉他 美国的教授安德·埃克森 已经把刻意练习的这些原则 做了非常科学的统计 你想不想成为在这个技能当中 特别突出的人 那我们大部分的家长 对于孩子的生存都是有一些焦虑的 我自己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 我总是在想 我原先做新员工培训的时候 我讲这么一个道理 就一定要学会一个技能 如果不是会英文 可能我的命运也不能这样改变 那我学会英文之后的话 我后来又慢慢的学一个教学技能 教学技能学会之后 我又慢慢的在钻研管理技能 总而言之是这些技能 一步一步的让我具备对他人的价值 如果我不会教书 我后来的话又写作技能 对不对 但不是特别优秀 那我现在给大家分享这个书 实际上是解释一件事情的能力 我也在练习 我只是觉得这是给我的一个机会 我在练习我自己这个技能 有很多家长在听在分享 所以一个孩子实际上是必须要具备一些技能 他才具备对他人的价值 他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 大部分的家长对于孩子的担忧 都是来自于我孩子能不能过上好的生活 他能养活自己吗 他以后能不能赚到钱 我就有一个答案就是 你要让你的孩子在某一个技能上特别突出 你必须做这件事情 而且你要有坚定的意志去支持自己的孩子 所以我说今天这本书特别像一个人的基本素养 就你知道高手是怎么练成的 你必须读刻意练习这本书 这是每一个人的基本素养 中国所有的老师 所有的孩子高中生初中生 中国所有的家长 应该把刻意练习都读懂 就刻意练习应该成为父母的必读书目 这样的话你才知道没有所谓的天赋 人的特质有可能不同 比如说他的肌肉比你发达 是吧 他个子比你高 我们把这个称为实际上是什么呢 这是一种 这不是天赋 就是不是说这个世界很难解释的东西 是每一个人的 这个这个 就是一个人的体质 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个性 它是有自然的差异 但是这些差异不是只存在一个个体当中 而是很多群体都具有 具个子长得很高的人 有成千上万的人都有这个特质 我们把它称为特质 它不是一种稀有的 无法解释的 无法复制的天赋 每一个人的智商 每一个人的身体的状况 都具备踏至相同的能力 这些能力都可以得到训练 从而实现高水平的这种竞技状态 就是你一定要意识到 你的孩子能掌握的技能 可能并不会那么多 对于家长来说 可能要做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就一定要放弃 然后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卡莱基梅隆的 这个Steve Fallon 他在背这个 random digits的时候 随便报那个数字给他的时候 他经历了很多的挫折 痛苦 他背不下去 坚持不下去 最后这个作者总结了四点 就为什么这个Fallon 他能坚持呢 他说了以下这四件事情 这四件事情可能能给我们家长一个参考 一个参考 就是我的孩子的动力来自以达里 第一个就是这个Steve Fallon 卡莱基梅隆的学生 get paid 他拿到钱了 这个被很多人看成是唯一的动力 很多人觉得工作 无非就是有报酬吗 没有报酬谁去工作呀 孩子 我给他钱 他马上就做一件事情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很大的误区哦 一个人钱的动力只是其中一部分 比如说这个Steve Fallon 他的大部分 他是很开心 因为他作为一个本科生 他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啊 实验室还给他钱 他挺开心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第二点啊 他enjoy seeing his memory scores go up it feel good 我们的家长一定要相信我们的孩子 在技能练习过程当中 本身是可以找到很多成就感的 孩子为什么会坚持啊 你一定要强迫他吗 一定要惩罚他吗 一定要给他钱吗 不一定 最大的激励来自于他自己本身 他看见自己的记忆力在提高 it felt good 他感觉很好 然后第三 Steven Fallon He became something of a celebrity 由于他当时做这个实验很早 大家发现他记忆的数字 有这种神奇的能力 就爆40个数字 他马上能给你复述出来 哇太厉害了 所以他后来成为某一种名人 他成为名人 然后他上了today今日秀这样的节目 这个能极大的满足一个人的虚荣心 你可以说是虚荣心 你可以自尊心 所以当我们的孩子英语好的时候啊 他跟别人说 别人夸奖他赞同他 都是动力的一部分 这是好的东西 第四个就是 He is a cross country and check runner 他是一个就是马拉松的跑步选手 是一个户外的这种跑步选手 like to challenge himself 他有一个特质 就是他喜欢挑战自己 当时我印象特别深 说那么多本科生 为什么选这个孩子 这种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他喜欢长跑 喜欢长跑的孩子 在自我管理 自制力啊 自我克制方面 具有某一种优势 他们往往更容易坚持下来 而且长跑其实也是一个技能 在这个技能当中 他已经体验到很多平静 坚持不下去 如何去处理内心的这个冲突 所以技能和技能的学习 其实是相通的 如果你的孩子把英文学的特别棒 他很有可能 开始一个新的技能的时候 学的要更快 而且他能更好去处理在 比如说他失落的时候 他在挫折的时候 内心的那些冲突 他的失意 我们总是说 优秀的人是相似的 你们看到那些钢琴学的 很好的孩子 他们往往是那些 参加托福高分的那些孩子 然后你就会有一个说法 叫别人家的孩子 就为什么他音乐也好 乐器也好 英语也挺好 因为他基本已经知道 刻意练习会经历什么样的阶段 他能接受一些 简单枯燥的东西 他知道怎么给自己布置任务 他知道在克服 跨越不了一个技能的时候 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策略 然后他会全情投入 学会刻意练习的这些原则 几乎可以成为一个孩子 一生当中优秀的基本素养 就你这些学会了之后 你就 我就知道优秀的 最底层的东西是什么 刻意练习是一本基本功的书 很多家长对于学习 对于孩子的课外 有非常多的困惑 比如说兴趣从哪里来 要不要绝对尊重孩子的兴趣 然后在技能练习当中 有一些重复的训练 会不会打击兴趣 算了 不要让孩子学 另外的话就是说 孩子小时候啊 学东西可能比较慢 大一点 搜搜搜就学得很快了 真的是这样吗 另外的话就是 有一些孩子学习不好 我孩子学习不行 他主要是因为智商不行 或者我孩子不聪明 没有说的这么露骨 是因为不聪明 所以学得不如别人好 那我觉得这本书 如果你读完之后 这些都有答 兴趣有时候来自于 投入到练习的过程当中 兴趣来自于练习过程当 得到的正面的反馈 技能的重复训练 是兴趣的必备的一部分 当然不能让孩子 拓展去练习 大量的兴趣 他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 他只能做一两件事情 孩子在小的时候 得到的技能 和长大学习的技能 是相通的 只有孩子抽象的理解能力 大一点是可以 比如说傲数 有些孩子到了初一初二 突然开窍 或者抽象的文章 他理解不了 长大一点 他的认知理解了 一些抽象的情感 但是在一些基本的 需要练习的技能上 孩子在小时候 学习网球 音乐 乐器 英语 都具有巨大的优势 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孩子的智商 都是相似的 没有所谓的笨孩子 你的孩子笨 是因为他没有用正确的方法 投入到练习 要不就专注度不好 要不就是没有目标 要不就没有人 给他正面的反馈 要不就是 他永远处在同一个水准里面 没有往前去突破 我觉得了解这些之后 我们的家长 更能从我们的很多的政策当中 挣脱出来 成为一个有独立思考的家长 然后你也知道 怎么样给自己的孩子提供 最好的价值观 最好的指引 怎么样做一个最优秀的父母 用一个篮球运动员 Allen Basketball Player Allen 来做结尾 因为 我不打篮球 但是喜欢篮球的人 肯定知道Allen 应该叫Allen Roger 很多人都说他有天赋 每个人都说他有天赋 他是怎么回答的 他说 I've argued this with a lot of people in my life 我一辈子跟很多人都在争论这件事情 When people say God blessed me 上帝保佑我 With a beautiful jump shot 就是我扣篮特别厉害 Beautiful It really 注意他用的词 Pissed me off Pissed me off叫做 让我很生气 我一听到别人说我有天赋的时候 我就特别生气 I told these people Don't undermine the work I've put in every day 不要低估我每一天所花费的时间 Not some days 不是一些时候 不是一些日子 Every day 每一天 我都是这么努力 Ask anyone who has been on the team with me 问任何一个跟我在同一个队的人 Who choose the most Go back to Seattle 到西雅图 还有Mewonky 去问那些所有的人 And ask them The answer is me 我的天赋的答案 就是我 不是来自于天赋 我用这个例子告诉大家 就希望所有家长在读完这本书之后 终于明白我的孩子怎么样才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这就是今天这个可以练习这本书分享 我觉得是属于一本老书的重新回顾 谢谢大家 我订阅一下